在美国国务卿布林肯访问北京前夕 中国高空侦察气球入侵美国本土领空 布林肯在出发前几个小时宣布推迟出访计划 并且直接向中共中央外事办主任王毅传达这个讯息 中国外交部网站以不具名声明表示 这高空气球来自中国 属于使用在气象等科学研究的民用性质 控制能力有限才会受西风带影响 偏离预定航线误入美国 中方对此表示遗憾 但这说法遭到美国国防部打脸 前美国总统川普透过社群网站说 设下那个气球 而众院新成立的中国事务委员会主席 加拉格尔表示 他不相信这是搜集气象数据的气球 基于地面人员的安全考量 目前美国还没设下中国间谍气球 但国防部正密切监控中 也没有排除设下的可能 只是如果美国设下中国资产 不管是在美国境内还是境外 这都将是地缘政治的敏感行动 TVBS新闻黄松普尼嘉辉 美国华府报导 掌握全球情绪国际新闻 全新选择 YT频道TVBS国际plus 扩大视野 欢迎订阅并开启小铃铛 Zither Harp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